营养师、中医师推荐三种水果助排毒 毒素在体内累积过多,除了会导致疾病之外 也会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 代谢平衡、脏腹功能、精神状态、皮肤气色 甚至会加速人体老化 因此,如何有效抵御外毒并排除内毒 成为现代人面临的最大挑战 台湾中医师陈梅飞和营养师刘淳君 特别介绍三种平日常见的水果 让你可以排毒、养生、美颜又强身健体 1.凤梨 凤梨可帮助解决消化吸收的问题 因为凤梨中的蛋白质分解酵素蛋白酶 可以分解蛋白质 对于食用过多肉类及油腻食物的现代人来说 可使肉质滑嫩好消化 凤梨的膳食纤维还可以让消化更顺畅 餐后食用凤梨可以使肠内的惠物排出 消除便秘让新陈代谢恢复正常 达到预防肠癌的功效 所以,传统中医把凤梨归类为性贫胃肝酸入肺大肠精可消失肌腱脾味 2.巴勒 台湾以前巴勒只有在冬天比较常见 现在经过品种改良之后 几乎一年四季都吃得到 巴勒的膳食纤维丰富 常吃可促进排便 巴勒皮中含有丰富营养成分 因此,建议吃巴勒不需要削皮 若是担心农药残留问题 可以放在清水中约10分钟 再以流动的水冲洗即可 3.苹果 苹果含有的多酚和黄酮类 是天然化学抗氧化物质 可以清除体内的垃圾 降低血中的三酸甘油脂 其中的钙质有助于代谢体内盐分 苹果酸则可以代谢热量 防止下半身肥胖 可溶性纤维 果胶能有效降低胆固醇 还能促进胃肠道中的签、拱、猛的排放 调节肌体血糖的水稳 吸收水分的效果也很好 能把消化后的残渣软化 以防便秘 传统中医也认为 苹果胃酸甘 性凉 乳皮、胃精 可以健脾胃 以及帮助消化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 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 感谢热量 感谢热量